6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6月14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上 古巴代表仅70个国家所共同发言 支持中方在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表示 6月14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0届会议上 古巴代表仅70个国家所共同发言 指出,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双重标准 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 主张各方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尊重各国人民根据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强调,国际社会应坚持多边主义 加强团结协作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促进和保护人权 还有几十个国家已经颇准备以单独发言 联合国制寒党方式 表达对中方正当立场的支持 王文斌说 中国有句古话 德不孤必有灵 近百个国家再次在人权理事会发出正义的声音 少数西方国家 借涉疆涉港涉藏等问题攻击抹黑中国的图谋 再次破产 这充分说明 借人权问题大搞政治操弄 干涉别国内政不得人心 也绝不会得逞 少数西方国家气急败坏的重复谎言谣言 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政治图谋和险恶用心 无论他们如何表演 都阻挡不了中国人民发展进步的坚定步伐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已 王文斌说 中国有句成语叫贼喊猪贼 事实证明 真正漠视和践踏人权的 恰恰是这些少数西方国家 他们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 视而不见 装聋作哑 却对别国指手画脚 热衷于充当教师爷 他们频频发动侵略战争 让近百万人死于战火 数千万人流离失所 成为世界人权悲剧的最大制造者 我们奉劝这些西方国家 收起你们的虚伪 傲慢与偏见 停止利用所谓人权问题 干涉别国内政 遏制别国发展 王文斌最后说 你们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头上 遗止气势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